大家好 我是文威廉 欢迎收看本时段的新闻快讯 在德州与纽约州先后发生死伤惨重枪击案之后 参议院两党协商议员在昨天宣布就一系列枪支管制达成协议 但是该版本源不及总统拜登所期待的大规模改革 参议院一跨党派小组经过三星期的密集磋商 终于在周日就一项新的枪控安全法案达成初步协议 总统拜登说这是遏制枪支暴力的重要步骤 新枪控安全法案由民主党籍的参议员莫菲 和共和党籍参议员柯宁率领 由十名民主党议员和十名共和党议员共同提出 内容包括加强背景调查 给予当局更多时间调查21岁以下 潜在构枪者的少年与心理健康记录 并首次将禁止涌枪令 扩大至涉及家庭暴力的约会对象 新法案还支持红旗法案 禁止具有潜在危险的人涌枪 以及打击为无法通过构枪审查的人代构枪械者 拜登发表声明说 法案显然没有纳入所有应该做的事 但它还是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多年来美国两党一致在枪支管制的议题上互不相让 以致从未达成相关的协议 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审查员在昨天表示 辉瑞药厂和BioNTech 针对6个月至4岁幼儿所推出的新冠疫苗 有效且安全 有望在本周获得紧急批准授权 下周开始就可以接种 卫生官员在报告中表示 5岁以下幼儿即使注射了儿童剂量的回忍疫苗 似乎仍有效果 安全也不会受到影响 接受试验的幼儿注射3剂回忍疫苗之后 体内的抗体水平有所提升 预防并发的几率为80% 相比之下莫德纳的粮金疫苗防护率 在40%至50%之间 FDA的独立疫苗专家小组 将在15日开会讨论两家药厂的试验数据 然后投票是否批准幼儿注射疫苗 如果专家小组通过决议 FDA的管理层可以参考结果 然后正式决定是否允许幼儿接种 全球大部分的地方都尚未批准 6岁以下幼儿接种新冠疫苗 由于5岁至11岁儿童的施打需求一直很低 目前并不清楚有多少的父母 会让他们的幼子接受疫苗 而根据拜登政府的预计 FDA和CDC一旦核准 最快在6月21号开始 就可以让幼儿童来接种疫苗 俄乌军队正在乌东顿巴斯地区基站 战略重镇北顿涅茨克的战役 已经持续了数周的时间 乌克兰的总参谋部队今天表示 乌克兰军队已经弃守该城中心 俄军是已经控制了该市70%以上的区域 乌克兰军方周一上午透过脸书表示 基战人在基础 基辅在乌东部分控制地区行政中心的 卢干斯科州州长盖达伊也证实了这项消息 说俄军控制了该市的70%以上 稍早前他已表示 北顿涅茨克的局势极其困难 俄军试图透过阻止人员或弹药的通道 完全封锁该城 他担心俄军会在48小时之内发动 所有力量来夺取该城 配合俄军作战的乌东清俄分离武装说 该城与临近城市利西昌斯克的最后一座桥梁 已经被炸毁之后 最后驻守该城的乌军已经被封锁 宣传他们等待的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投降 另外一个就是死亡 此外根据了俄罗斯军队最高指挥官表示 随着东部地区的战斗加剧 俄罗斯军队已经在乌克兰西部摧毁了一个大型的西方供应武器仓库 据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俄罗斯军队在距离罗马尼亚边境140公里的乔特基夫 摧毁了一个由美国和欧洲国家向基辅政权提供的反坦克导弹系统 变析式防空系统和炮弹的大型仓库 全球速食业龙头麦当劳在5月撤出俄罗斯市场 没有想到一个月过去 莫斯科在俄罗斯国庆日这一天又出现了二版的麦当劳 俄罗斯的新麦当劳还在原本的旗舰店推出 也推出了全新的速食品牌旧式美味 吸引了大批莫斯科人前往朝圣 莫斯科的麦当劳餐厅周日再次开张 不过新的老板是俄罗斯人 名称也改变了 变成了旧式美味 大批消费者蜂拥而弱 店内早已经是挤满了人潮 他们全都是为了来品尝俄罗斯改版之后的麦当劳 旧式美味的logo是换成了深绿色的背景 上面有红色的圆圈 外加两条橘线 分别代表着汉堡和炸薯条 但吃起来味道究竟如何呢? 根据CNN的记者表示 我们发现这个酱料只是把麦当劳的标志涂黑了 鸡块的话看起来就像鸡块 味道和麦当劳几乎是一模一样 新麦当劳选在俄罗斯国庆这天 先在莫斯科和周边地区开设15家分店 预计在夏岸末会在全俄罗斯各地开设850家分店 让俄罗斯人相当兴奋 终于有汉堡可吃